以后再也不做蛋炸饭 也不拍蛋炸饭 态度诚恳 看似充满歉意 中国美食网红王刚拍影片道歉 会这么急着道歉 恐怕是冒犯到了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 官方说法在韩战中身亡的毛岸英 在这场和平与正义的战争中 一身许国 毛岸英烈士为国捐躯的壮举 近些年来却被泼上了各种当事 中国历史研究院日前释出影片 想要为流传20多年的毛岸英 在作战室内蛋炒饭辟谣 因为有位中共志愿军曾经在回忆录中说 毛岸英是因为肚子饿 做蛋炒饭时生火飘出烟雾 才会被美军发现引来敌机轰炸 影片大力抨击说这个谣言漏洞百出 甚至在中国网络辟谣平台上大力澄清 最近几年蛋炒饭三个字 成了中国网络敏感词 因为在10月23号 毛岸英名淡还有11月25号 近日前后 常被中国网友做文章 影射政府表达不满 甚至还有网友因此被判拘役 而最近已经分享过不止一次 蛋炒饭内容的王刚 被小粉红发现出征 对不起 以后请大家 占度 看似平凡的蛋炒饭 在中国到了特定日期 竟也成为敏感食物 金新闻综合报导